大家好,我是Den 制作5050的前代表非常愤怒地表示 将不出演SBS的英国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重新以五人组合活动的女团5050 在9月20号发表了新曲SOS 并在26号出演了M9M Countdown 27号KBS Music Bank 并预定在28号登上MBC秀欧幕主席舞台 但不会参加29号播出的SBS的英国 这是因为去年爆发抢读成员正义时 SBS实施节目KUKOSHI AKU SHIPTA 因偏颇报道遭到了 韩国广播通信审议委员会的严重惩戒 但该节目至今未正式道歉 因此5050以此作为抗议 实际上是在抵制SBS的节目出演 5050的所属公司Altract前代表 于28号向媒体表示 即使综艺节目与实施节目不同 但KUKOSHI AKU SHIPTA 对于Altract以及作为个人的囚农军 犯了非常大的错误 虽然周围有人建议 综艺和实施节目不同 为了宣传也应该参加 但我不在乎无法进行宣传 有时候比起金钱 荣誉和自尊更为重要 为了可能已经忘记的人 我快速整理了一下 KUKOSHI AKU SHIPTA 节目的什么地方 让Chung Deppio如此的愤怒 在去年KUKOSHI AKU SHIPTA 有关5050争议的内容中 播放了Chung Deppio 没有参加过月模评价的内容 但实际上有参加 说公司把成员父母们 送来的小菜都丢到客厅地板上了 但这其实不是公司 而是Ansoni的手下白礼师做的事情 但这也是Ansoni提出的减肥计划 并且成员们也同意了 总之重点就是 原本是要报道两边历程的节目 几乎只报道了 偏谱的支持三位前成员 和Ansoni的内容 把Chung Deppio做成了一个 爱财爱疯的坏人 当时这个节目播放后 马上就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KUKOSHI AKU SHIPTA 最终删除了相关的节目片段 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广播通信审议委员会 也对该节目进行了警告处分 然而即便如此 KUKOSHI的制作团队 至今未曾与Attract或全代表联系或致歉 全代表表示 由于我在娱乐圈工作了30多年 有认识的导演间接联系我 说要安排一个会面 我回复说 别打算非正式道歉 请正式道歉 这样我的自尊才能得到维护 无端攻击我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我无法接受被像路人一样打了一顿 直到现在仍没有任何正式的道歉 这让我感到非常委屈 就因为是有权有势的电视台 就能为所欲为吗 死亡有两种 一种是肉体上的死亡 另一种是经济上的死亡 而他们将我逼向了经济上的死亡 在没有尝试性的道歉和行动的情况下 我怎么能去那里出演呢 据了解 Inkikayo的制作组 对这一情况也感到很为难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看了这篇报道让我很激动 我支持全代表的决定 对于播出可能像一个人 逼向死亡的造假节目 去连一句道歉都没有的电视台 不参加他们的节目是正确的吧 他们之前还说会发后续报道 结果现在却静悄悄的 我对这件事也感到非常失望 对于中小型公司的新人来说 对一家电视台视为敌人真的很困难 但这次无论谁看都会完全理解 真的希望5050能够越来越好 希望5050能够大发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韩网周到很多关注的 YG对恋爱绯闻的传奇三大回应 第一 太阳目前无法联络上 如果恋爱传闻是真的 那就恭喜 第二 第三 唯一让我喜欢的就是YG对恋爱传闻的立场文 太阳的每次看每次都好好笑 不过这样反而更好一点 谈恋爱又不是什么坏事 本来就是个人的隐私领域嘛 对方应该也不会觉得不高兴吧 所以 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对应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